中国国内首台大型交流力次变速抽水蓄能机组,国旺新元河北风宁抽水蓄能电站12号机组顺利完成15天试运行,于8月11号正式投产发电。 该机组的投产发电,填补了中国国内大型变速抽续机组应用的空白。 对推进大型变速抽续机组技术研究,提升电网调节能力,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具有重要意义。 在电力输送和电网调节过程中,抽水蓄能电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 抽水蓄能电站由上水库、输水系统、地下厂房、下水库等部分组成,是为解决电网复合高峰和低谷之间的供需矛盾而生。 国旺新元河北风宁抽水蓄能电站,位于河北省成德市,风宁满足自制县境内的卵河干流上。 该电站总装机容量360万千瓦,是当前世界上装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。 共安装12台单机容量30万千瓦的抽水蓄能机组,其中两台为中国首次引进的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。 在电网复合低谷时,它利用过剩的电能将下水库的水抽至上水库,将电能转化为水的势能储存起来。 在用电复合高峰时,再将上水库的水放水发电,将低谷过剩的电能转化为高峰优质的电能,显著提高电网销风填骨能力。 因此,抽水蓄能电站也被称为超级充电宝,充的不是普通的电,而是水的势能。 据了解,相比于传统定速机组,变速机组在设备上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发电机转子,及粒磁装置。 交流粒磁装置是变速机组实现可变速的关键核心设备。 变速机组采用交流粒磁装置,解决了传统直流粒磁抽续机组并往后转速恒定,抽水工矿复合无法调整的难题,从而更加灵活响应电网储能需求。 通俗的讲,如果电网中存在26万千瓦的复合缺口,丰宁电站启动一台30万的定速机组抽水,无法直接平衡电网的一个需求。 而变速机组可以通过调整转子的类似电流,精准快速地将复合调整至26万千瓦抽水运行,直接满足咱们电网的一个需求。 下一步,国网星园河北风宁抽水蓄能电站将加快11号机组安装调试,确保电站年底前12台机组全面投产发电。 届时,该电站年发电量可达66亿千瓦时,相当于260万户家庭全年的用电量。 每年可决于标准煤48万吨,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0万吨,相当于造零的24万余亩。 到2025年的国家电网金融区的抽水运行装机将达到5000万千瓦,将为保障能源电力安全,推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